桃園疫情不断扩大 市长郑文灿也在11号宣布 全市国小跟富幼公幼 提早一周放寒假 12号傍晚在加码宣布 各校户外教学还有毕业旅行 也同步停止 不过消息宣布的太突然 也让今年两天就准备出发去 毕业旅行的老师很不满 认为是否太晚才讲 取消行程至少要花一到两天的时间 对此郑文灿也表示 如果有临时不去的学生 会协助退费 因为市长郑文灿在11号宣布 桃園市全市国小以及富幼公幼 要提早一周放寒假 12号傍晚在加码宣布 各校户外教学和毕业旅行 也同步停止 比较尴尬的是我们学校今天跟明天 就要毕业旅行了 经由我们跟教育局的小教科 还有我们局长给我们指示是说 15号才是不能出门的 虽然是34号还能去毕业旅行 但这消息来得太突然 不只让校方措手不及 也让老师很不满 除了会协助学生退费 学校担心的违约问题 市府也承诺会帮忙处理相关事宜 希望能减少移动风险 避免疫情再扩大 就林主持人 桃圆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